为了一碗自助餐的免费汤 居然发生推挤 造成一名妇人流产 这发生在台中 原名妇人她因为不满前面的民众 咬汤咬得太慢了 她居然就开口骂人 而且还发生了推挤冲突 而受伤的孕妇一个星期之后流产 双方现在都被起诉 一名阳心妇人在自助餐店排队等候咬汤 不过前方的善性妇人 不断地拿着汤勺在锅里搅动 阳心妇人等得不耐烦 出口骂了善性妇人 三心妇人回踢了一脚 双方开始发生争执 自助餐店请两个人到店外争吵 没想到双方还找来了朋友和家属前来理论 阳心妇人还边拿着汤勺边骂三字经 在慌乱之中 阳心妇人的怀孕攀性女儿被人踢中 下体出现流血的现象 在一周之后流产 为了一碗自助餐的免费汤品 双方互告 不过检方还是依照伤害和公然侮辱罪嫌 将双方多人起诉 记者唐炯 赵振林 台中报道